大家好,歡迎收看富豪七月秘密片,我是韋哥 我是Micky 今次來到我要做導遊的第二輯 我們現在身處就是義保了 你看看這裡有山有懸崖 我們現在就是在一個叫長江白咖啡的地方 有很多網友都在我們的影片下面留言說 其實你們去義保可能更好 義保更加適合退休 有人說叫我們搬來義保住 叫我們過來退休 因為義保這個地方是很多很多的廣東人、港府人 他們的第一語言都是廣東話 所以你用廣東話在這裡聊天是沒有問題的 大家都溝通到的 但是究竟義保這個地方是否真的適合退休呢 或者適合我們過來這裡住呢 所以我們今天就特意帶我爸爸媽媽過來 看看他們會不會愛上義保這個地方 第一集我們就來到這個 建龍長江白咖啡 為什麼叫建龍長江白咖啡呢 為什麼叫建龍長江白咖啡呢 因為他有一個人叫建龍 他就是那個在我後面拉著茶的人 他就叫建龍 所以就叫建龍長江白咖啡 不要吹嘴 其實我們都不知道 現在大家知道吧 我知道這個山谷就叫建龍山谷 那這間長江白咖啡就建在建龍山谷的旁邊 真的嗎 所以就叫建龍長江白咖啡 你吹水還是真的 真的 我看不出原來你這麼有學識 第一集就在這裡 試一下建龍 那拉茶那個叫什麼 可能叫白咖啡 好了那我們現在進去這間長江白咖啡那裡 嘗一嘗裡面的食物 這裡的菜單是有點風味 好像很傳統 其實我覺得這間跟我們檳城的澳澳牛有點像 什麼都可以吃 然後有麵包和白咖啡 我覺得這裡挺適合有客人 這個菜單是真的 很多人 這個菜單是60年代的 這個菜單 很特別 看有什麼想吃 試一下有什麼特產 好吃一點 再介紹給大家 很新鮮 很特別 這東西 好 乾杯 義寶出名的長光白咖啡 甜蜜蜜 吃得了 來到這裡一定要叫他們的白咖啡 因為義寶出名白咖啡 但其實我喝了一口 我發覺和檳城的白咖啡差不多 因為都是馬來西亞 可能檳城的白咖啡都是這裡拿貨的 可能是 但是是好喝的 我們點了整桌的食物 有些是雲吞麵 芥洋 蒸麵包 還有一些小食 嘗試這個包 嘩好像夾了很多 以前在中國吃過 中間夾著五花藍 但這邊夾著當地的小魚 就好像律師奶媽裡面的小魚 又好吃 很特別 吃下去是辣辣的 然後吃到小魚 唯一味中不足 我覺得是肉少了 這個就是雲吞麵 它很特別的 那個盤子是暖粒粒的 我試一塊雲吞麵好不好吃 先吃 酒會同年的回憶混合 嗯 很脆啊 很棒 嗯 這叫做很棒 真是很棒 這個是馬來西亞 到處都有得吃的 芽洋 就是夾著牛油和芽洋 這個是馬來西亞 到處都有得吃的 大家來到可以試一下 就是夾著牛油和芽洋醬 這個都值得買 大家來到可以試一下 哇 我們發現這裡非常多錢 很多金錢 對 剛剛聽說 這些是中國人的習俗 就是要把東西 銀幣扔上去 如果你卡在這裡 那你就會願望成真 好 我們要許願 好 希望我練到六塊腹肌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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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旅程安排得怎樣 這裡不錯 一個黑洞穿過來 就是仙境的地方 跟著還要一家人坐小船 很開心 感覺 感覺 感覺想飛 哈哈 我們第二站就來到鏡壺 這裡其實有分鏡壺1和鏡壺2 這個就是比較大的鏡壺 就叫鏡壺1 進去鏡壺之前就會穿過一條隧道 這條隧道就叫做礦工隧道 大家都知道儀堡是礦石長很多 其實要這樣保育一個隧道是不簡單的 如果你不保育 上面那些石頭隨時會掉下來 你知不知道這裡是掘什麼礦 這個是鐵礦石 鐵礦石 這裡很涼滲滲 這裡很舒服 一出去就是一個壺 就是鏡壺 然後它的壺是被一些山脈包圍著 這裡很適合長輩來這裡拍照 看我媽媽多興奮 我們進來鏡壺之後 我們就買了票上船 這個路線是總共20分鐘 我們就會圍著鏡壺游一圈 我們現在上船了 做足安全措施 我們現在要上這個救生艇 其實這個也挺危險的 因為它是一個充氣的救生艇 隨時會塌 很害怕 不用怕 有一個在 你先進去 你先進去 你坐在L1 你看 真的坐在同一條船 你不要再教我沉船 因為我們現在四個人 所以它可能要令到船平衡 所以它一定要跟著它的號碼座 這是沖水 好 所以只要舒服 沒有保持任何東西 享受風景 享受水 享受水 我們包雪 其實這裡有點像 以前我們去桂林的時候 有山又有水 是嗎?爸爸 是呀 沒錯 現在去這個吸收的氣 好像我們晚上去看螢火蟲一樣 所以最頻繁的問問 然後哪裡是沖水 為什麼它名為沖水 所以如果你看到沖水 在前面 你看到沖水 你看到沖水 然後你看到沖水 那是圖水 沖水 沖水 所以沖水沖水 沖水 形成為沖水 沖水已經在這裡 超過250億年 所以這是一沖水 是由地下空倒閉 並叫山沖水 頭上座水 然後隙間 一遍座水 但隔了 250億年 後 這横倒閉 地下空倒閉 嘩 好漂亮呀 用相機呢 是很難拍到它的漂亮 這個不滿? 洗條心靈的閑寺 韋哥在這裡等了我們很久 因為Edan還是很小 不要帶你去 我現在就要上天梯 天國的街梯 一條就是彩虹天梯的一個地方 我們沿著這條天梯 就可以走到 很高的地方 我韋哥 我沒有韋哥 超帥 我們又變人光 大家想不想要這個行程 你可以告訴我們 這裡很適宜被人打 現在我們就到了我們 預訂的那間民宿 我們這次比較特別 我們訂了一間地下的牌屋 是一個單層的牌屋 我看到這裡附近 原來都是馬來人住的地方 不知道裡面是怎樣 我看到照片的時候 真的會走 體驗一下地下屋 我們現在就進去了 歡迎光臨 這裡就是一間小小的牌屋 進來之後 看到裝修和報紙 都是非常溫馨 好 Muji 進來這裡是客廳 然後就是飯廳 然後這間屋 是有三間房 這裡就是其中一間房 就是一間 有King Size Bag的一間房 空間感也挺大的 簡簡單單 這邊就是第二間房 我也是第一次住牌屋 我覺得 他沒有想像中那麼漂亮 但我覺得都OK的 這裡有兩張床 而且它都很乾淨 好 我們去第三間房 這裡就是第三間房 就是一張單人床 也是簡簡單單 沒有普通通 到這邊 就有兩個廁所 還有一個廚房 Kitchen 其實為什麼我們會預訂這裡呢 因為我們帶著寶寶 這裡就有提供了這個水機 方便你去沖奶 簡簡單單的room tour 我們預訂了這裡 預訂了兩晚 兩天就是一千二百多元港幣 平均六百元港幣一晚 那價錢 那麼多人來說就算便宜 我發現這裡有一部遊戲機 它好像以前那些很舊式的遊戲機 不知道好不好玩 一會兒試試玩 這個是我人生第一次住牌屋 即是看就看得多 但進來牌屋 真的是第一次見 這間應該是一層的牌屋 我平時看的那些都是有兩層 它有點細 但進來都有一種家的感覺 它不會好像很骯髒 它是不錯 它這間民宿的設計是比較家庭 有些像是那些無印封 但我覺得它用這裡做民宿 它很聰明 因為這裡租六百元一晚 其實計算它租的回報很高 然後看到它這些裝修都很簡單 又樸素 但它又做到好像家的感覺 即是它裝修發現不貴 就要看它入住了 高不高 就知道它賺不賺錢 它這個民宿都不錯 它準備的東西是給寶寶玩 然後呢 它有一張圖 寶寶玩完之後 叫它這樣放回去 然後它又有寶寶洗澡盆 還有一個high chair 它不是豪華 但是它很減薄 又很有家的感覺 現在是8點2 來到這裡我都要排隊 然後它剛才跟我們說 只剩菜園雞 說雞沒有了 超想吃 然後我發覺它這裡是真的專賣雞 它是有雞和肉丸 雞雜或者雞腳的 我覺得應該不錯 吃得 我們剛剛就點了一大台蔬菜 然後這隻雞呢 超級大 嘩 正 還有這個呢 很特別 這個是一個乾的拌河粉 但是它是裡面有些汁的 拌一下 它是比較幼身的河粉 它是真的醬油汁 醬油汁拌河粉 鹹鹹的甜甜的 挺好吃的 好 剛才韋哥在這裡說的時候 已經忍不住偷吃 然後被人捉到我偷吃 我們現在試試看 它很滑 它很有雞味 我們叫這個是菜圓雞 它整體上的味道是比較淡的 因為它要突出它的雞的味道 所以它的醬油不會是很鹹的 我覺得它這個是很好吃 我很想試試它的滑雞 它的滑雞是一半價錢 但是已經沒有了 這個醬油才是它的雞的精髓 一定要剪 剪完之後吃 它真的是自己磨出來的薑 應該好吃 今天來到第二天的第一個行程 就是帶爸爸媽媽來喝茶 這間叫脆月樓 這間其實是我們之前八月的時候來怡保 然後觀眾推薦我們來這裡喝茶 就是推薦了幾間 然後我覺得這間的環境 和這間好像坐得舒服 所以我就選了這間 但是我們上次來的時候 就差不多三舖了 所以就沒有那麼多點心選擇 那這次就比較多選擇 還有呢 有一些比較新出的點心 大家猜猜這個是什麼 例如這個荔枝 其實它是一個蝦球 嘩 試一下 它真的做得很像 蝦不是荔枝 好熱哦 它裡面全部都是蝦 咬下去的味道就是吃蝦 但是你不用抹糖 脆啊 你整個都吃光了 你咬一口而已 外面的皮是炸得很脆 而且這裡的飲茶文化 不是放點心紙的 他們是有個阿姐 然後拿點心給你選擇 不是不是 本來是可以放點心的 可以以前這樣畫紙 但是今天它的系統就壞了 停電 所以今天阿姐就會推點心出來 給我們選擇 開車 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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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東西可以 哇 這個是老闆推薦 剛才我媽問他 老闆你這裡有什麼好吃的 然後老闆說 不好吃的東西我不買的 然後老闆就推薦了這個炸糧的 蝦肉的炸糧 它是油炸鬼裡面包著一些蝦肉 試一下 這個很難吃不好吃 這個好吃 這個好吃 它的蝦是很新鮮 它用皮包著那些鹹 皮是很薄的 我覺得這個很喜歡吃 現在我們試這個 就是鹹蛋的蝦餃 它跟普通的蝦餃有什麼不同呢 就是它裡面是有鹹蛋味的 什麼味道 什麼味道 吃 好吃 這個就是農酥捲 很香的 豬油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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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它這種蒸籠很有舊香港的味道 多數的蒸籠都是像這種 對 那這裡比較懷舊 這個就是老闆 很搞笑 剛剛老闆推薦這個魚麵就上了桌 然後剛才撈一下 發覺它有香茅 然後有豬肉 又有雞腳 很搞笑 我從來都沒試過這些配搭 試一下湯 是湯 是家裡煮的 好像老火湯 它吃起來沒有什麼味道 是很清清的 麻煩老闆推薦 這個 我先試一條麵 我知道了 有點像 鯪魚肉做出來的麵 就是淡淡肉 我們在這裡都沒見過有鯪魚肉 但是可以吃到這些鯪魚肉的麵 很搞笑 這個 這個值得推薦 Edan 試試 是不是很搞笑 Edan 我們吃完早餐了 大家猜猜這餐多少錢 所以點心是超新鮮 而且很好吃 我們後來又點了兩杯咖啡 全部都是蝦 全部都是蝦 蝦好像不需要錢 吃了多少錢 總共124元 你覺得便宜還是貴 值得吃 一分錢一分貨 我覺得這些手工點心是挺好吃的 下一站我們去極樂洞 我們去取西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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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到第二站 就是極樂洞 極樂洞 極樂洞 宜保最多就是什麼 山和洞 所以我們來到極樂洞 來到這裡第一個感覺 就是非常涼快 很舒服 聽著那些小鳥的叫聲 好像很平靜 是 平靜 心比較差 是不是好像退休 不是退休的感覺 我好像超脫 叫你不要經常發脾氣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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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進去 本心歡喜 極樂 感恩的感覺 一個來的感覺 很壯觀 都是一個大自然的奇蹟 現在就帶大家去看看 極樂洞裡面的湖 一邊走一邊欣賞頭頂的石頭 覺得真的很漂亮 走完樓梯上來 就會看到這個很漂亮的風景 就是那個湖 可以下去 嘩 我覺得它這裡 它保育得很好 你是想像不到一個慈善機構 可以把這個地方保育得這麼好 沒有想過 穿過黑漆漆的山洞之後 就是一個這麼漂亮的湖 和這麼漂亮的環境 對 很適合給我們爸爸媽媽 來這裡放鬆 因為香港壓力太大 他們在香港放鬆不到 他們來到這裡 沒有碰過電腦 然後不停拍照 我覺得他們很放鬆 爸爸你好像退休 很優勇 人生最大幸福 穿過衣 晚上睡過 好夾 我們買了飛上船 你昨天有蛙船 今天有蛙船 不悶嗎 這個是自己開的 不像那些小時候被爸爸媽媽被迫玩的上船 都挺划算 20元四個人 高一點 港女拍照就是這樣的 香港女人 不是 你是全世界女人拍照就是這樣的 你拍吧 好棒棒棒 給你 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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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你啊 耶 你哪個啊 很近啊 抓了你來吃啊 爸爸 耶 我們現在來到美麥豆腐花 我現在打算吃碗山水豆腐花 誰不知它已經生了 接著看它開的時間 是12點去到賣完即止 但現在三點鐘 三個小時不夠 三個小時就收工了 真是怎樣 不過幸好現在我們 我看到我們拍車對面還有另外一間 我們也去過一間 來看看 Yo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小紅書的網紅店 第三點就是這個豆腐花 這個是以前我們香港也有一間 類似這樣的店 它是抄頭文字D的車 然後這一間就是一間豆腐花店 我們剛才進去是有開 還有坐滿了人 我們現在要等 現在人來到怡保 不吃那些老字號店 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太早關門了 人們睡到黃昭八眼才去 三點鐘都已經關門了 怎樣跟上我們年輕人的節奏 死定了會不會被人罵的 被嚇到 要豆花菜 先試一下這裡的豆漿 這瓶豆漿呢 我覺得很貴 夠夠麻煩 很貴 嗯 看什麼味 但它很好喝的 淡的 比較淡味 它豆味比較濃 丁丁 這個就是慧哥 旁邊的那個是儀賴 哇 七元雞一枝 這個真是很久之前的味道 但是不是普通的汽水嗎 好き 吃 哇 烤薯呀 這個 我見過冰震 冰的可樂 哇 嘩 超級冰的 哇 超級爽 玻璃瓶的可樂才是最棒的 最多氣 剛剛看到哥哥仔 就用他一支神奇的鐵棒 敲到兩敲 然後整支可樂就變成冰 結了冰 大家看到這裡 就變成沙冰形狀 這個是根據物理學的原理 啃啃啃啃 我不知道是甚麼 我們剛才走完伊拉航 因為太累了 所以我們就來商場走 我們現在走的商場 就是全伊波最大的商場 這個商場就是伊波 Parade 香港人最喜歡什麼 所以帶他們來吃這個 清淡淡吃點 抖獲鑽菜 炒粉炒麵 今天我們兩天一夜的行程 就完了 其實我們還有第三天的行程 不過我們第三天的行程 就去看一下當地的房子 大家記得留意我們下一集 我們今天這條片就到這裡 完結了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片 就記得按LIKE 還記得訂閱我們 還有記得按鈴鐺 我有一支影片 就收到通知了 下一條片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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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